出國也很難看到的美景 台中武林農場 兩萬一千棵櫻花盛開 遊客抬頭一看 發出驚嘆聲 三色櫻花 竟在眼前層次感滿分 除了高山之外 二月底三月初 台中東士林場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台南派出所 還有新設的白毛台櫻花林 都是不錯的賞英勝地 但平地櫻花樹花期比較短 要是想拍出密集感 怎麼辦 大光泉 把人像凸顯 背景模糊 背景模糊起來 還是很漂亮 各地櫻花大爆開 碰上二八連架 民眾出門踏漆 拿出手機捕捉 怎麼拍都漂亮 但等到人物入境 當你去看櫻花想拍照 可是拍出來人山人海 毫無氛圍 如何輕鬆拍美照 實際操作給你看 模特兒腳下不留白 切齊讓比例加分 然後大約在三分之一的下面 然後留一半以上是拍櫻花 想拍半身 得開啟人像模式 使用櫻花做前景 再把人物放在右下四格 唯美有一鏡 甚至拍遠景時 可以把手機鏡頭導致貼近地面 讓人物更有延伸感 專家技巧學起來 讓你出門 不再被老婆女友嫌棄 不會拍照 記者廖銘城 耳雲杰 台中雲林綜合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 各自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鐵刀